第十二新章 第十二新章 大家好方师傅你好 大姑妈好 今天继续我们数到2024 夹神龄的十二新章 接着这两个新章就是牛 和虎 我们先说牛 牛 我们叫做勤力 下下下 明年熟牛的朋友要忍气 就不要牛脾气 因为明年熟牛的好处是做事一做 不好处是明年脾气不好 会和人吵架 吵架 那些牛脾气 都是形态税 神出丑味 所以明年熟牛的 最容易吵架 跌了架后又不上班 心里想做还是不做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在工作上有些不如意 和同事家或老板 顶杀了两句 又不知道做好还是不做好 是的 就会有这个情绪 就是在闹情绪 心我们叫做钓筒 七角上八角落 上上落落 究竟怎样呢 想太多就是回到每一份工 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是呀 所以就变成了 家欣可能是一时之气 一时之气就搞到后期 自己这么烦恼 无谓 少不仅得断大谋 所以明年来说 熟牛那些就修炼一下 凡事做人的笑一笑 那就没问题了 那师傅如果他们真的想转工呢 又能不能转 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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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转工熟牛那些一定能转到的 是 我们叫这些 其实他那些星不差的 是呀 他有那个八座 八座 玉堂 福星 天德 这些星都说转工 都是容易转到的星来的 嗯 嗯 都是理想的 是理想的 是理想的 天德 天德福星是贵人来的 是 这些星 贵人入命 就是我们叫做 御难呈祥 所以如果不开心的 他转工是转到的 嗯 但是他自己特地的 只不过有时就是说 你开心就和不开心就 是两回事来的 是 我找到新工人工高了 你就是跟老板说 老板恭喜你呀 人忙高出 是 就是刚刚有个客人 是这样的 那他第二间公司请他 给多二十几个百分之仅 他 很厉害的 我说当然要走 二十几个百分之仅 是吧 那他辞工和老板说 老板说 老板说我们公司 比不了这么高 那么恭喜你 继续努力 人生 这些开心就要多开心呢 是 以后那些话头 即将回头 跟老板的关系好 他说有什么新好东西 有什么新好东西 就介绍你 那挺好的 那是要去加牛鼻气 定你不顺啊 是 因为破坏走友 心情又不一样 是呀 那变成来说 没得回头 是呀 有时都是 留一线 所以熟牛的朋友 明年就隐让一下 他很容易有艾撒 是呀 因为坐着那些楼下的星 是呀 你艾撒多的 不要啦 家里也好 你说家人自己叫煞的 回到家里你坐不坐人 你坐不坐啊 是不是 你终究要坐的嘛 这些没得避的 这些 做事都说有机会 我转工走 以后见你不到 是 家人没有 你又说以后不见的 是呀都是呀 一定是呀 这些 这些 所以变成来说 不如我们叫做 吃汗玩乐 修炼一下脾气 那些 那些就算了 这些 这些 他们是否容易 自己的闹情绪 因为那些口舌 吵两句之后 都容易自己躲起来 有这样的可能性 始终神出唱会 都是华盖一类的事 就是明年都坐着寡宿 是啊 所以 有时他自己 有闹情绪 没办法的 都不知究竟是鸡线还是蛋线 即是自己本身情绪不好 见到人吵了 还是吵了之后自己情绪不好 是啊 无论哪个的次序都好 尽可能知道 会有这样的事态发生的话 又是给到自己的心理准备 有时就真的可能 引一口气 或者其实停一秒 都搞定了 正常是 是的 有时可能那两句吵 顶嘴都是因为 真是你延连些 辞缓些 可能只差一秒 或差一句 深个呼吸 接着就算了 是啊 所以变了来说 我们叫做有时 隐一承知气就封平浪静 是啊 退一步真的可以海阔天空 是啊 对 所以做熟后的朋友 给一些意见 对 意见 都是一个EQ功课 六一年那些都六十多了 六十三了 春年六一年那些 新手年 一般来说 他这些岁数 和这些 无论健康也好 都是小病小痛 那类的问题 他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可能觉得那些年轻人 不关心他 自己坐着寡宿星 那些问题 所以出去找多些朋友 一起去威 再不正的 找些自己喜欢学的东西 去学一下 找些活动 不要被寡宿星困扰着自己 困扰着 对 那就可以了 自己罵自己情绪 因为始终来说 我们不会觉得 他有什么大灾大劫 大病痛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自己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是 五一年呢 我们叫做人生 就到了中年顶了 就开始报入 我们叫做 1973 是啊 一路报入 五十多了 是一半 对 对 那他来说 他的工作运都还有 他的工作运 他有些 他可以去那些 肉堂 八造 工作贵人 那些数 那些 所以给他的意见 就是继续赚钱 努力 因为熟牛那些 出演始终 都是有些少少 和神出丑 味相形的 味道 都是容易犯 厚似是非 那种的 都是尽量 很方便自己 自己看开些 嗯 嗯 那八五年呢 那这颗 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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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比较 容易产生 在他身上 是 尤其是 他那些 会受到 左右 身边的人 会有人影响的 他身边的人 比较影响多些 所以 是会比较容易 多想 或者 我们叫做 又不知自己想做些什么 是 是 他会比较多些 是 是 那不要紧的 因为熟牛的朋友 明年转工是容易的 是 如果不开心 就转工 是 他跟97年 那个 就是 差不多的数 是 是 97年 那97年 明年夹十年 他贵人特别多 所以 都是那句 如果你说 人工高 有展 将来的前程好 都是鼓励他转工 是 是 更加理想的 计较 因为年轻 就怯气方刚 是 就怕跟别人争吵 吵 吵 那只 就不太理想 我们叫他 是 是 所以 都是叫做 人制关系 那里 就是尽量做到 很近理想 那人生 就是可以 更上層樓 那些 2009年 是15岁 那些 都是我们叫做 朋友仔 同学仔 鬥嘴嘴 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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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是 那些 是 有时 就是 就是 同学之间的 互相欣赏 是 是 整体上 都听到 不关身体状况 潜财 那些 都是围绕着 人和人之间 的 斗嘴 或者 口舌是非 是 是 是 有时 都是 受到 隔壁的 貧背影响 而导致情侣的矮撒 夫妻的矮撒 都容易产生 是 应该就特别多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其实也不会自己躲起来 有时就要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人走过来 唯有自己开解自己 是 就是这样 不要认寡叔的数 是 是 那都 开心 有时成年了之后 很大的生活内容 和时间都花了在工作 和事业那里 但是听到其实在这一方面里面 只要大家 自己不要闹城水 或者自己 不要自己躲起 转右角尖的话 其实都是 事事顺利 和做得好 是的 是的 那这里就不怕了 真的有变动的话 更加理想 计算数的时间 勿行 这是一个好的变动 好 接下来就是老虎仔 师傅 老虎 明年就逆马入魅 你已经是老虎 人生意外 本身是逆马 今年的言马重蝎 就是说明年 2024年 你们是一个奔波的楼链 是的 没错 熟虎那些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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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两极 走两极 是的 好的就是说 你做事那里有一个好表现 是的 如果你说升职加工 一定有你份 嗯 如果你说不好那边 你逆马那么紧要 逆马通常一般来说 都是主要那些 筋骨痛 关节痛 现在最担心 因为它有天哭声 是 天哭声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不开心 那些 那些 所以变成来说 一个人不开心 情绪受到困扰 那如果开车的朋友 明年就真的要小心 哦 是 因为它可以是代表了碰撞 損伤 或者交通意外 一类的数 嗯 一类的数 所以明年属虎 如果是开车混习的朋友 最紧要就是说 特别流神 对 特别流神 如果累休息 那不要强行来 我想交通的意外 那划言率就会低些 是 明白 那它因为天哭这颗声 是主心情不美的 嗯 嗯 所以变成来说 就是说 尽量找些朋友谈谈谈 嗯 出去玩一下 是 反正你翼马那么重的 出去玩一下 应一下数 都是开心的 对的 对的 那就是 天九星的 就是告诉你 人言可畏的意思 哦 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是啊 人言可畏 那变成来说 就是说 是非中日有 不停的自然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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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不到 看你不到 那些 是吧 是吧 就是 人生会开心一点 嗯 所以 变成来说 就是这么说 在做事工作方面 他有出色的表现 是 有出色表现 所以他会有升职的可能性 是 或者事业更想陈流的可能性 哦 不好的就是说 明年很容易受四周围的环境 说话所影响 导致到人不能够集中精神 情绪低落 而导致到一种意外性的发生 哦 那种意外性的发生 就很大机会入院的 所以尽量要小心一点 哦 那他又有些调下声 那之外 属虎的朋友 他明年周边 都可能有些 爽事 发生下 都有这个可能性 嗯 是 所以变成了就是说 属虎的朋友 明年 应该是首的一年 嗯 做事一定要做的 是 做事就尽了本分去做 是 升职就跟自己公平一下 我们叫 但是 就是如果 就是 有些什么 人家说什么也好 是非也好 踢了就算数 不要咬个心 整体来说 就可能 就是平平找回有一年了 是 是 明白 是的 无论是任何一个年纪的话 其实都 这个是不是其实讲 都关于 其实纯粹一些 是身边围绕住的 是啊 是身边围绕住的 好像是无形的 师傅 刚才听到讲的 真的 是未必是发生一件的大事 或者不是一些太大的困难 或者挫折 可能就是身边的东西 是 令到天空星认了 是的 那你唯有真的要做好 去准备 有时要看破些 或者看淡些 是的 就是你说无动于衷 就很难 这个是神的境界 师傅 神的境界 是的 基本上就难 真的 但是有时都要学习一下 是非都有 你都无处不在 你都防不了那么多 是的 是的 嗯 那62年的朋友 是属虎了 今年是62岁 是 是 那 他来说的 那 明年呢 就比较平稳一点 是 那 最主要一样东西 就是说 明年呢 他有机会导查少人多 哦 是 导查少人多 所以如果正在做事的朋友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突破 但是呢 签约文件 或者那些 那方面呢 要注意一下 小心一点 嗯 嗯 嗯 小心一点 那七四年那些呢 是 是 铁臣呢 就始终 类近是 类近是 类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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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年那只老虎 明年是工作表现的一年 是 升职加人工就是你的 嗯 这些 嗯 所以八六年是看好的 是 是 亦都叫做 表现自己的一年 是 是 那九八年那个呢 就要留意一下 九八年 九八年那个呢 压力呢 来自长辈 他说 就是说呢 有长辈的身体不好啊 入医院啊 或者家里有喪事啊 就是九八年那个机会 就是 周边就比较多了 是 那因为 变了来 因为变了来 那个 逆马星的 属老虎牌都有 那 那 无论你哪一岁数的老虎都好 是 明年都是比较奔波 比较 就是牢碌的一年 嗯 那尽量比自己开心一点 是 或者我们叫做人来说些什么 一笑自知 是 是 有时为视频迫 也是一个奔波 有时就是为自己的开心 就是奔跑一些聚会 或者去多几次旅行 甚至乎跑步 是啦 有时就应一条数 是的 但是其实整体上 都没有特别的身体 或财物的大外 其实都是一个 我都觉得 都是可以安营度过的一年 是啊 其实看凡事 就是看自己的心态 看心态啦 那如果你说做事 做得梦满地想转工的 那娶恋老虎的朋友 转工都是容易的 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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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因为有一个六分 都是照主的 对的 好 那我们听了两个新潮 无论是熟牛 或者熟老虎 都是啦 可能 就是好坏的参半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新潮是完美的 希望大家要听到方师傅的 所给大家的建议和注意事项的话 大家都可以待着好 好好迎接着明年的2024 新潮我们下集继续数